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看 我这刚下了一个减肥的软件 减肥音乐大集合 这听音乐就能减肥了 那当然了 还吧 我给你放一段 你也听一听 捡捡你这身肉都不是我说你 真是的 开始 快把他闭掉 把他闭掉 这音乐怎么样 这叫啥音乐呀 低音发门 高音发飘 听得我这心里是乱七八糟 就这样的音乐听完他才能有反应呢 啥反应啊 吃不好 坐不住 总是感觉像要吐 明白了 认身反应 你妈怀你的时候就这样 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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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点 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黄花大闺女 这就是你爸现在最难心的事 你说你老大不小了 每天在家 以后拿来 你说你就不能出去 天天在家 你还留后手是不是 给我 哎呀 您要干嘛呀 干嘛 你就不能帮你爸干点活啊 干啥活啊 我昨天交代你的任务 你完成了吗 任务 你等着等着我查查记事本啊 还真有任务 电费 水费 煤气费 网费 化费 取暖费 要是不交这些费 下月咱家彻底费 行了 赶紧去口交费去 交完了 交完了 你连门都没出你就交完了 手机银行 网上转账 这玩意儿还能交费 那当然了 这倒不赖啊 这任务算你完成的不错 你不用光夸我 你就夸手机小助手就行 别紧给我整的没用的 光交费啊 我跟你说没说 让你给你小侄子我大孙子买课外辅导书 我要辅导的功课 买什么辅导书啊 这有小助手呢 这全都搞定 来来 你歇会儿 我给你看看啊 你看这小助手的数学题 你看啊 小助手 一加一等于几呀 二 你看二 你说谁二呢 这答案是二 谁敢跟您叫二呢 是不是 二加二等于几呀 四 你看四 你别整整这容易的 你整点复杂的 你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加上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答案出来了 出来了 你看着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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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么快 这数学用不着它啊 随便找个计算器就行 语文它行吗 它强项啊 强项 那我考考的 我就考我大孙子那个作业啊 就与这个古诗接龙 我说上半句 你让他给我配个下半句 没问题 听着啊 山外青山楼外楼 树上骑着一个猴 山虫水腹移无路 没病你就走两步 书中自有黄金 不是大款就火夫 红松手黄藤酒 大爷这个真没有 你管谁叫大爷的啊 这小出手的答案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倒真希望我是你大爷 我就不用为你操这么多的心了 哎呀 行了行了 你别气我了 赶紧出去给我买教科书去吧 哎呀不用出去买 小助手就能帮助我了 小助手小助手 麻烦你帮我订一套小学生课外辅导教材 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全一册 好吧 谢谢啊 搞定 同城坏地 一会儿就当 你还跟他 还挺亲 哎呦我这不就跟人家客气客气吗 你瞧您这事也挑理 我说你这小助手 啥事都能办是不是 那当然 来你借我用 你用干嘛呀 小助手啊 小助手啊 你好 我有一个闺女二十大几了 到现在还没对象呢 天天在家玩电脑也不出去 你说他这样事的 这辈子还能结婚不 哎呀我知道您什么意思 您不就是天天看我宅在家里边啊 也不出去找个对象怕我嫁不出去吗 那我不得碰着有缘分的吗 你天天在家这么宅着能碰见有缘分的吗 要想碰见缘分你得出去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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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让我出去 我没什么事老出去干嘛呀我啊 这一天到晚这么多事怎么会没什么事 我这怎么多事了多少事 我一手机连上互联网我全都能搞定了 我干嘛要出去呀 再说了 我一时尚浪尖上的青春美少女 万一出去碰见色狼了 该怎么办呢你对得起我妈妈 都不是我说的你真是的你小开 我说一句你有三句在那等我 我说不过你啊 你们年轻人的事我们老年人不懂 你随便吧 你好我是同城快递小飞侠 请问您的网名是叫飞翔的溜旧吗 我的网名是奔跑吧三大 大爷 我的网名是飞翔的溜旧吗 你好那个这是您要的辅导书 你是六年级的那个请您签收一下 好嘞好嘞 这么快就送来了 那可不给您 谢谢啊 哎 你不是那个谁 你不是那个那个 你让我先说我先说我 你叫小土豆 大辣椒 大辣椒 太有缓了 不 这就是我那时候跟您说的那个 初中时候我暗恋的那个对象 啊 就是你那个逆你歪歪的日记里写的就是他 啊 哎 大辣椒 你刚才说 你暗恋我 哎呀 不好意思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别以为我就没有暗恋过你 真的啊 那什么 晚上咱们一块吃口饭呢 也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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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那个我收拾收拾 你等我一会 等我 我在楼下等你 好嘞 难道是我错怪我姑娘了 要说现在这网络 确实太厉害了 要跟不上 还真不行 我也得抓紧时间研究研究 我还暗恋过一老太太 好 再次把热烈的掌声 送给三位 谢谢 网人 对 我们赶快 听听三位评委老师 对这个作品的点评 首先我们有请 乐乐呵呵的 潘长江老师 先点评 有请 一直在这乐 说实话 李晴和赵阳 是我组团上春晚 非常期待的一组演员 他们每次的表演 都给我带来一定的感动 还有震撼 肯定跟以往的那些作品 是不一样的 就尤其今天这个 网人这个作品 李晴有过自己的突破 演了一个老大爷 是赵阳的父亲 整体的表演 老年的状态 都对 都有 但是多少 还应该再老一点 从表演上 应该再老一点 现在跟你以往了 演的其他角色 其实没什么两样 但是有老了 是妆化的老了 服装穿的老了 赵阳的演的是 无可挑剔 从表演到转换 但我觉得从作品来讲 我觉得他有个硬伤 就是说这个作品 给我们的感觉没有完 我们在期待 后边马上要出来 但是小品已经结束了 说白了 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底 但是我觉得 你们俩的表演 没有问题 注意也非常棒 就是那个老TD 那个东西 我是非常不喜欢的 因为那个就是 没有办法 你才不好意思的滴滴 也可以用另外一种办法 去做这样的戏 所以说 非常好的一个作品 但是就底太突了 祝贺你们 希望你们能取得 一个很好的成绩 好 谢谢盘长江老师 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龚汉林老师您的意见 我感觉 这个节目 没看完 我不知道你们会到这儿 就是家人而止 我还很期待 我以为俩人吃饭 或怎么着 大概还有个延续 这个 应该讲 从作品角度 有点小损失 有点小损失 观众已经进入 期待的状态了 你们却没有给他们 演员的表演 演员的表演 无可厚非 演的真的很好 尤其是这个 李晴 你演的这个老者 应该讲 还是真的很不错 而且你的风格的把握 始终很统一 这种状态也很好 赵阳 你跟这个助演 你们俩的名字 如果调个个就好了 你叫大辣椒 我看有点不太 不太对啊 小辣椒更好 它叫小土豆 我觉得 要放在长江身上 我同意 长江你别看我 其实你经常叫小土豆 小陀螺 对 你看小陀螺 你看 一说一说 你都知道 我特别不同意 为什么我的外号 都叫小 你可以 你可以叫 你叫姚明 谁信呢 你看着姚明 那句话 我永远记着 哎妈狗 哎妈狗 妈实在太狗了 这不你说的吗 对 确实啊 但你看着我 你不应该老带小啊 我虽然我知道 我长得小 修真了一点 单薄了一点 不 你单薄倒不单薄 玲珑了一点 你确实不单薄 你和我比 我确实单薄 我是考一片 我承认 我是考一片 我照片 这都行 啪姐 啪姐也行 但是你绝对不能 否则你是土豆 你最多了 也就是地瓜 还是小地瓜 对不对 你像刚才在舞台上 就是我看了这么多场 组段上春晚 我是感觉这个 赵阳和李晴 两个演员呢 很逆 就说这种配合默契 他俩已经开始形成了 你看以前 我没有见过 这个赵阳演小女孩 当然这里也不小了 二十多岁 就属于大龄了 但是他把那个 在父亲的宠爱之下呀 多少有点娇蛮任性 那个劲 抓的是比较准的 他这点不足呢 刚才长江老师 已经说的很准了 就我们看到这儿呢 突然停了 我倒觉得 这个后半截 如果要往短了时 就弄成两个人 真就去吃饭去了 结果回来发现 这个该死的快递 已经结了婚了 就说明我们在网上 光是这种见面 他不可靠 多少年以前的事了 又说网上很多 你对世界的认识 并不能取代 现实当中 你对世界的认识 这要往短了时 往长了 就再倒一遍 这个老年人 变得开始 迷恋网上了 而通过网上 把当年的老太太 连一上来 这样可能这个底 就更加丰富一点 所以挺不错 很不错这个主题 谢谢 谢谢三位评论老师